能自我,硬汗痣,拼出一身痴 流汗血雨,尋尺心,追尋大意見 新鳴,終於 歡迎收看警訊 Kevin,我們經常在警訊節目中提醒大家 在人多濟迫的地方,一定要提防小偷 但依然有部分市民會因一時疏忽 沒有好好保管自己的財物,最後成為賊人的獵物 沒錯,除了大街大巷,人多地方要小心提防小偷 這些大家認為很少機會發生盜竊案件的地方 亦不可以鬆懈 因為賊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落手犯案的機會 剛才土蠔樓的食物都挺好吃的 尤其是包汁叉燒飯,好味道 好味還好味,你也不用吃三碗那麼多 人出錢,你出命 甚麼呀?那個孤行人,經常被他點來點去 還要做出氣袋 難得他請吃飯,當然是吃夠本 我們真是挺慘的 上個月,他叫我幫他買一輛模型車 送給他兒子做生日禮物 誰知道我給他那一刻,他說 代我的兒子多謝你 十幾萬元一個月 連兒子的生日禮物都省下 便宜到死 我覺得找人笨是他的嗜好 就算給他賺一百萬元一個月 他也會這樣 這次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在這裡做了十年 他第一次請我吃飯 但你也不用拼命 又吃又拿 甚麼?奶茶好喝,我才多喝一杯酒 這間茶餐廳的阿姐很貼心 你看這個茶杯 還寫生活愉快和笑笑口 現在做茶餐廳的服務這麼好嗎 今時今日,甚麼都說服務 我肚子痛,不趕緊 一年末時,此反昇 一年末時,在寺空的兵場 我肚子痛,不趕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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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時,血液和敗術 我肚子痛去 喂 你幹什麼 不是吧?沒有廁紙 糟了… 你沒事吧? 剛才很乞,被人偷東西 不是吧?現在先跟你去報警吧 好吧 又來了,有沒有廁紙?廁所沒有廁紙 廁紙沒有廁紙? 剛才他們怎麼搞定的? 逛逛逛街,肚子不舒服 要去商場找廁紙或者用公廁 相信大家都可能試過 不過記住,貴重的財物最好就是更新 如果放在其他地方,就一定要看得實 最後重申,導師罪是刑事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刑罰是可被判處監禁十年 說到導師罪,相信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簡單來說就是不誠實地挪佔屬於另一人的財產 意圖永久地剝奪該另一人的財產 即熟犯導師罪 在香港,有一些行業會以先提取貨物和服務 然後再收費的模式運作 就好像餐廳、食肆一樣 他們是用這種模式去營運的行業 而最近,警方接報有人在食肆吃霸王餐 也就是在餐廳吃完食後不給錢,就一走了之 食霸王餐或使用的服務後沒有給錢 是有機會觸犯導師罪行條例的 日記定罪,有機會判處監禁的 ИВPUGH 今次吃ド breast milk 死單字孩子 願意不共用到這是我們 無論如何是否要產生有人 正常有吃點 economics 他我們喜歡的食物 跟你們講過 як唐 這裡的東西很貴 又不用你付, 貴與便宜, 沒關係 謝謝, 寫東西 兩位, 吃點甚麼 叫個早餐A, 熱奶茶 我要個B餐, 凍啡小甜 謝謝 不好意思, 要華笑你請 請甚麼, 我也沒有錢 不是吧, 我剛才說不用我付 我是說不用你付 我有說我要付嗎 餐廳付 請慢用 吃吧 好 好 麻煩結帳 多謝一百二十三個二, 謝謝 謝謝 沒有帶錢 這位先生呢 他也沒有錢的, 他也沒有錢 不如這樣吧, 我們出去按錢 然後拿回來給你 這樣 那一百幾十, 我們是熟客 我們不會騙你的 你相信我吧 你這位朋友像個警訊賊樣一樣 不過, 見你這麼誠懇, 送你一次吧 再不是的, 我寫下我的電話給你 有甚麼事, 你打電話給我 你打電話號碼未有用戶登記 impossible 你的電話號碼已被記錄 片段中的事主明顯有意圖騙喝騙食 但如果吃完東西 才發現自己沒有帶錢 而偷偷地走出去 同樣都是犯法的 好 吃飽了 阿堅 今餐是我請的 上次的事你幫了我 那多謝你先 不過話說回來 你有沒有帶錢在身上 當然有 昨天去唱卡 忘記按下錢 你每餐都是這樣的 你何時才肯帶錢在身上 算了 快出去按錢 你坐下 我們是賊 我們小聲一點就不行 怕死沒有人知道我們是賊 那現在怎麼辦 我們靜悄悄地走出去 人們不知道我們還沒結帳 幸好我們的樣子這麼平凡 身形又不是很突出 人們走過不就當我們路人甲 機會來了 香港是一個美食之道 無論是港式小炒 或是中西美食 只要大家一上街 就可以吃到自己喜歡的菜式 要品嘗到美食街牛 當然要付出金錢 而在剛才的片段入面 時主用膳完畢之後 明知道要即時付錢 但就靜靜地離開餐廳 無論他是有心或無意 這個行為 其實已經觸犯了不負款而離去罪 一徑定罪 最高的刑罰是監禁三年 大家不要以身是法 下一節回來 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近期又再發生 而大家可能都會有印象的街頭騙案 也就是保虐黨 大家如果不想被人騙 用一筆錢去購買一些低價 甚至乎毫無價值的保賓或藥材 就千萬不要走開 繼續留意收看 下一節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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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